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一聊后悔和热爱命运 听到热爱命运那当然就是要请德国的哲学家尼采出场了 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参考《乔那个人》这本尼采十分神奇的书 读起来其实蛮有乐趣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尼采这个很奇特的写作方式 今天总结也会穿插一下荷兰哲学家史宾诺莎的一些想法 来分析人为什么对命运又爱又怕 大家的生命中有什么令你后悔的事情吗 你会一遍又一遍在脑海里面谴责自己当初应该要如何如何 早知如此就不会做什么决定了吗 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后悔为什么会活在悔恨当中 所以因为人世间的无常太难做摸无法预料 所以预期错误造成我们一开始的选择不符合我们想要的人生吗 还是我们本身想要的人生就随时随地都在改变 因为我们一直在改变主意 所以过去曾经的选择曾经的付出 就不再符合当下想要的生活样态了 我们后悔 因为如果可以重来一次 如果我们可以事前知道事情的发展 如果我们可以提早知道自己的改变 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采取不一样的行动吗 我在这里要很欠揍地跟大家说 我的人生到此对后悔这件事非常的陌生 曾经有人很认真的问我 人生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后悔过的事情 想了半天 最后我觉得 我除了有一点后悔 年轻的时候浪费时间在不值得的人身上 我从来就没有为任何选择后悔过 人生就是下好理所 没什么好后悔的 我记得我在一个访谈里面 曾经很大口气地这样回答 不过我必须承认 这大概是属于我某些有一点诡异的地方 因为我很没耐心 所以我很讨厌后悔 也因为我很没耐心 所以我很讨厌犹豫不决 对我来说 人生可以计算的 算到最后一定会出现 两个都不完美 都没有什么确定的结果 最后只能选一个 懵眼一跳 跟他拼个输赢而已 但就因为我这个臭脾气 所以身边跟我很亲近的人 常常很崩溃 觉得我很不近人情 不体谅一般的人会有的后悔 犹豫 害怕 胆谢等等 重在乎呢 当然是我的伴侣 帅性格 每次我在旁边说 人生只有一次而已 到底在怕什么 就做就对了 就很难吗 他就会一脸哀怨跟我说 你可不可以鼓励我就好 我真的是很糟糕 不过说到后悔和躊躇不前 其实有另外一个情绪 虽然看似相反 但却和后悔有着很类似的起源 那就是不认命 而我呢 就是不认命 而这个不认命既成就了我 也是我烦恼的深渊 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 不认命听起来蛮浩荡 比后悔和躊躇不前好多了吧 怎么会认为不认命跟后悔 或是躊躇有什么关系 前面说到我们会后悔 因为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 我们躊躇不前 因为担心自己的事情发展的方式 有错误的预期 但我们不认命 不也是因为按照事情一般的发展方式 或者其他人对事情发展的理解 不认为我们可以做得到 而我们不相信事情必然会这样发展 所以硬是要去试试看 这三种心理状态 其实都跟事态的发展 有很大的关系 只是面对这个事态发展的态度不同 但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人的限制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世界的事物 就算不像石斌诺莎认为一样 所有事件都已经必然决定好了 只是复杂的程度太高 人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因果链接 但不管怎么说 人好像都没有办法完全掌握所有事情的眼镜 所以我们必然是要活在 事情发生前的躊躇和犹豫当中 事后的悔恨中 和不信邪 硬是要去做 然后有时候成功 有时挫败 让自己伤痕累累 人生听起来 怎么好像不管怎么样都逃离不了这种 因为无法确切掌握事态发展 而产生的烦恼呢 对于石斌诺莎来说 他认为这个世界上 所有事情的所有变化 都已经早就必然如此了 只是渺小的人类无法理解 所以担惊受怕 很多人因此用迷信的方式 来给自己寻找一些安全感 这个就好像 我小的时候 有的人说 眼皮跳的时候 左跳财右跳窄 所以眼皮跳这件事情呢 就好像一个 未来展现在当下的某个象征痕迹一样 让我们以为 当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 代表未来一定有好事发生 或是坏事发生 对于石斌诺莎来说 所有事件的发展 早就已经必然决定了 但因为人没有办法掌握 所以对自己的命运 还有这么多的扭动 挣扎 情绪 烦恼 尼采对世界运转的看法 其实某种意义上 跟这个说起来蛮像的 但是出发点 却完全不一样 对于尼采来说 世界的运转 不管是自然 还是人事 所有存在 都像是能量 涌动之下碰撞出来的结果 能量一直涌动 同样的结果 就会一直不断的重复 像春夏秋冬 日夜运行一样 尽管在不同确切的物体上 不同的人身上发生 但是万物的涌动之下 是有特定 而且必然的逻辑 在不断的自我重复 不过对于尼采来说 尽管万事万物 都在不断的重复出现 但赋予这些变动意义的 却是我们 而我们可以重新审视 我们赋予事物的价值 就好像上一次提到 尼采的大健康的概念 我们都习惯认为 疾病、虚弱、软弱 都是负面不好的 跟强壮和健康对立 但如果转换一个观点 把疾病当作是 激发抵抗力的过程 这样一来 就算生病和痊愈 不断的重复和循环 这个现象并没有改变 但我们的态度却改变了 我们对世界本身的理解 也就跟着改变了 在这样的意义下 如果我们重新来看 一刚开始让我们感到后悔 迟疑或者不认命的这些情绪 因为我们捉摸不定万物的规律 我们会后悔 因为我们将不如我们预期的遭遇 看作是应该要避免不好的经历 所以希望这件事情 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但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事件 当作应该要从生命剔除的恶和缺陷 这些让我们后悔的事情 尽管疼痛 尽管各种的不舒适 就也成就了一部分的我们 讲到这里 大家也许会觉得 尼采很RQ 把所有自己的遭遇 都只往好的方面去诠释 自我催眠 以为这样子好像就可以减少烦恼了 又或者 大家可能会觉得 如果尼采认为 世界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 那是不是在告诉我们 活着就随波逐流吧 安分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就好了 尼采恰巧相反 他想要对抗的是 这种一切都用善恶 好坏 高下 恶人对立的价值 来理解这个世界 所以消解这样的对立 重点不在于说 邪恶不存在 低下不存在 痛苦不存在 反之 而是要认为邪恶 低下 痛苦 不是善和美好的对立面 痛苦也可以是 通往美好的动态 尼采说 热爱命运 而不是接受或者承受命运 因为看到世界运转中 某些必然的规律 知道自己的行动 在做了什么样的选择的时候 必然可能会遭受打击 挫败 必然面临遭遇嘲讽 或是排斥的可能 但因为热爱自己这样的生命 所以同时 也热爱这些选择里面 就已经蕴含的苦难 在这个时候 苦难就不再是 与自己的目标 对立的另外一面 也不是善的对立面 我们热爱这些 失败疲惫消极 就如同我们爱 成功与强健一样 尽管失败疲惫消极 并不会因此变得甜美 或是更好受 同样按这些时刻 因为我们知道 世事的变动就是如此 而且在挫败中 更能激发起反抗的意志 所以热爱命运 而不是单纯接受命运的摆布 因为我们选择 而且行动 在意识到自己的行动 蕴含了什么样的潜在遭遇 而因为爱自己的选择 因此爱所有这个选择 所蕴含的各种情况 尼采还会这样理解世界 很大一部分 跟他自己的生命经验有关 尼采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一直承受心理疾病的问题 所以对他来说 生命虽然充满了苦难 但每一次的奋战和抵抗 本身就是生命力量的展现 热爱命运 也许大家会觉得 这句话讲得太轻巧 但尼采绝对是刻苦铭心 才说得出热爱命运这四个字 热爱生命里面那些 必然无可改变 蕴含在自己 抉择里面的善恶好坏 我一直记得 我第一年到法国的时候 上了一门尼采的课 课堂从早期一直讲到晚期 最后停留在尼采 精神崩溃 再也没有恢复的时候 我记得自己当时 花了很多时间来读尼采 最后这样的结局 让我情绪上非常的难以接受 一时觉得我比尼采 还要难以接受好的命运 一股愤怒的 觉得自己好像被尼采骗了 但是 这句热爱命运 仍然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 虽然我做得很不好 因为我常常选择了 自己热爱的目标 但在执行的过程里面 却耐不住压力 耐不住那种 无法知道结果如何的烦躁 所以常常在抱怨 自己为什么把人生活成这个样子 忙得天昏地暗 羡慕窗外 阳光明美 自己却必须要粘在书桌前面工作 虽然静下心想 还是会接受这样的命运 还是会重新选择做学者 而做学者的这个选择背后 一定是长时间浮安 坐在书桌前面 不过到目前为止呢 我的修养还没有好到 热爱这个选择上面 必然会面临的各种 令人不开心 不舒适 不喜欢的部分 希望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过后 我们可以一起找到 更多的动力 来热爱自己的命运 今天的命运之爱 就聊到这里 稍微总结一下 对于尼采来说 世界万物流转 无限重复 但我们却可以透过 重新赋予事物不同的价值 来转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感受 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这样的选择 同时就已经蕴含了 种种相应的 吃苦或者受难 就像选择当学者 要每天坐着十多个小时 在这样的选择下 还要期待自己拥有完美的身材 这样子会徒征烦恼而已 好啦 这个例子是开玩笑的 热爱命运 热爱自己选择的人生 跟热爱这个选择所带来的所有后果 热爱命运 短短四个字 每一个字都讲得 咫牙裂嘴 刻苦铭心 人生的每一步 都好像修行一样 每一步踩在有时平坦 有时尖锐的路上 选了一条路 痛个半死 但因为热爱自己的选择 所以学习热爱这些疼痛 很难很不可思议 但学习热爱命运的过程中 也许我们会释怀一些 让我们后悔不已的过去 今天就聊到这里 下一次 想来跟大家聊一聊 对家人的爱 下周见面前 记得想想你的命运是什么呢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